可能是文化衝擊 可能是語言的問題等等 他能不能在這個異地的環境裡 去成為一個解決問題導向的人 這是我們想要給予 這樣的一個人 他在跨文化的團隊合作紀念裡面 他了不了解自己是誰 自己的本質是什麼 進而讓自己帶著正面的影響力 去讓當地或是讓自己變得更好 這是我們想要看到的 所以我們期待透過做國際交流 做Exchange這件事情 培養更多更多具有Leadership的青年 解決世界上很多很多正在被發生的問題 接下來簡單跟大家 有個影片想要告訴大家 為什麼我們正在做我們正在做的事 我們在1948年 在这一幕,我们建立了复权的地上, 我们建立了拥有新的游戏, 有新的疏忽力, 有新的认识, 有新的自由, 他们能够发现什么的帮助他们, 和他们的未来的产业, 我们给予新的机会看到世界, 因为如果你看到它, 你能开始为了解它, 如果你明白它, 你开始为了解它, 因此我们建立了消灭的专业的社会, 一万个年轻人在三个年间, 因为当我们加上所有的众专业的故事, 在這影片裡他其實不斷的不斷的提到兩個很重要的字眼 一個叫做Leader 一個叫做Young Leader 一個叫做Young Leader 艾森把很多很多的時間 跟努力花在培育青年身上 為什麼艾森這麼講究青年 原因很簡單 我們常說艾森是一個青年創造為青年的一個平台 因為青年人大家可以想像 現在各位的父母親 或是現在世界上很多具有影響力的人 對他們來說 對他們來說 對他們來說影響最大的價值 是在什麼時候形成的 其實就是青年 在青少年階段的時候 你會得到什麼樣的經驗 你有什麼樣的人給你灌輸什麼樣的概念 對你來說影響的是往後你的人 會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 衝到什麼樣事情的人 所以艾森我們希望 可以把這樣的經驗 放在青年人身上 因為青年人最具有 即將讓這個世界 有一點點改變的潛力 青年人的可塑性 是我們看到的 所以我們希望把這樣的機會 給更多更多的青年人 讓我們產生更多更多的影響力 這是艾森為什麼我們把這麼多的心力 放在青年人身上 也就是在座的各位 回過頭來講 大家今天來參加艾森的偵彩說明會 因為其實我們除了在做國際教育這件事情 培育青年人之外 我們也希望有更多更多人 一起加入我們 透過創造這樣的機會 創造國際教育這樣的機會 去培養我們的解決方法 就是所謂的Leagership 在艾森裡面其實 對我來說 我常說艾森有兩個非常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這裡面提到的一個是團隊 一個是食物 我現在大三 其實在大一大二的時候 我參加過很多很多不一樣的團隊 可能是ISER 可能不是ISER 我想在座有些同學有跟我共識過 沒有關係 好 團隊經驗其實對我來說非常不一樣 是在ISER裡面 讓我常常感受到非常不一樣的是 我們常在思考 到底怎麼樣做 可以讓雲家這個地區變得更好 讓中正大學變得更好 讓台灣變得更好 我們常在思考的是 一些比較價值層面的東西 因為我們相信這些價值的東西 是真的可以去影響別人 改變別人的 我們在做事的時候 常常 我會有一個自去形容它 就是利他精神 我們常是為了別人思考 這是我在ISER裡面感受一個非常深的是 我們懷著一個非常強的信念在做事情 我想大家可能陸陸續續有參加過 其他不同的團隊 在團隊裡面你會得到友情 會得到依靠 會得到夥伴 但在ISER裡面對我很不一樣的是 這群夥伴有著同樣的信念 正在做著不一樣卻同樣結果的事情 這些人 我統治他們為夥伴 另外一個件事是實務經驗 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ISER一年半以來 負責的是一個計畫 我們主要是幫台灣的企業 原家地區的企業 引進國外的實習生 很多時候其實這些實務經驗是 你要去跟這些公司單位接觸 你要跟這些可能 並不會幫你當學生的人 看的人接觸 這時候其實會遇到很多很多挑戰 你會遇到很多不一樣的難關 他們很直接的就會挑戰你說 你做這樣的東西 為什麼 利益在哪裡 為什麼他們要跟你合作 這時候透過這些經驗 透過團隊 透過實務 對我來說 例如說一年半之前 跟一年半之後的現在 我站在這邊 對我來說 它是一個成長 它可能不是一個很實際念 什麼我能力的成長 還是我變成什麼樣子 它是一個 你逐漸的感受到自己變得 能夠有更大的承擔 或是更大的承受壓力的 那個極限 對我來說 這樣的挑戰成長 其實也是我們想要創造給各位的 這是我們剛才提到的領導力 透過各位之後加入ISEC 在ISEC裡面的經驗 或者是透過這群青年人 參加國際交流之後的這些經驗 我們在培育青年人具有領導力 最後去創造我們的願景 世界和平發展能力 可能各位看到世界和平 這四個字就覺得 切笑 這是一個多麼大的夢想 不然各位說我 因為這四個字被大家笑過很多次 每次去公司的時候 跟他們說 我們要維護世界和平 大家就會 嫩笑 但是想跟各位說的是 我們正在做的事情 我們透過每一個來交換的實習生 來交換的聯席生 我們透過 不管是我們受付去的經驗 或是我們接待的經驗 我們在他們的眼神裡面 看到這四個字叫世界和平 希望大家之後 進來到愛瑟裡面 可以慢慢去體會到 這四個字 對你 或是對現在 世界上其他正在發生 戰爭 飢荒 這些人 對他們的意義 這是一個簡單的愛瑟的介紹 希望大家聽過愛瑟的介紹之後 你會對愛瑟有一點點認識 你也會了解 為什麼我們正在做我們現在正在做的事情 好 那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為各位非常榮幸的邀請到 每位愛瑟畢業的學姐 好 她是之前愛瑟文早分會的會長 那 我們學姐想要跟我們分享的是 到底她在愛瑟裡面的經驗 還有這些經驗 讓她變成一個什麼樣的人 OK 我們掌聲歡迎我們的學姐 秀 哈囉 大家好 好 所以我們測到螢幕之城 我想要先了解各位一下 等一下我想先確認你有沒有雙手健全 所以先幫你左手給我看 Show me your 對你的左手 好 右手給我看 來兩手 不要放這樣 有一點小障礙很大 來 我想先看大家可以多用一拍一次手 開始 沒有對拍 再次 1 好 來 1 2 3 go 好 來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五秒鐘大家可以拍最多次 走來 掰 開始 好 謝謝大家 我最喜歡的那種開場 非常整齊 好 好 那剛剛我們先謝謝Dilis Joblis 他跟我們介紹 I say 到底是什麼樣的組織 接下來我會用三十分鐘的時間跟他講 我在I say 到底能夠出了什麼樣的事情 那有些東西可能是會讓你想哭 有些東西可能讓你想哭 但沒有關係 這些都是人的正常反應 所以我剛才一check 認到 大家都有正常的那個physical 的 有什麼 物理 物理的觸覺 好 來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是我的recentration 你幫我按這個就好 好 來 我的calculine就叫My journey 我的旅程 來 我的名字叫Shaw 所以這個字你不用記得 因為我幫助身體沒有什麼關係 對 那不要一直以為我很喜歡他 那 先簡單的介紹我 可以放在那個床 配方按那個床 可以放在那裡 可以放在那裡 好 好 好 通常我在這場我自己的時候 我會有一次 叫做grid 有要看你猜得到為什麼嗎 好啦 答案在上面 我就唸一下 好 好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G stands for gorgeous 其實是很漂亮的意思 第二個字 Romantic 再來Elegant And Daddy 五個字綜合起來就是結束 這個是一個情況的為人 大家都看得出來 有人反對嗎 反對 那個門在那邊 好 看一下 OK來 其實真的原因是因為 三件事情 第一個 我很喜歡綠色的顏色 綠色的顏色 第二個是因為我很喜歡大自然 所以看得出來我是一個很喜歡 往外跑的人 我很黑 只是外套怎麼都不要很怕 第三個原因是因為我很喜歡的時間 那也是其中多什麼 我也在外套的原因 待會給大家講一下 那我是 1314就是2013年跟2014年的 文章聰會的會長 這個字幕說沒有什麼太太有趣 只是告訴你們我是在Isa 待了三年多的人 對 看得出來我是哪一個人嗎 右邊的 對 從金旁邊黑嗎 對 大家應該也拿看 我知道我是左邊那一個 因為有人沒漏茶 OK 這故事要從我2010年的時候開始 其實文章聰會的時候 可能跟大多在這邊的人很像 你現在可能有一個小小的 夢想的小苗在你的心中 然後你常常可能因為學校的 學業家裡的精神 或者是自己的一些責任 去阻擋你 不知道你該怎麼往前進 那個時候我也是一個這樣的人 2010年的時候 其實我有很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很多的夢想 那個時候我是一個高中生 高中一年級 有一天呢 我遇到了 就是一些外籍的交換學生 然後剛剛了解一下 我才發現 其實我是一個非常熱衷語言的人 然後我對語言這邊有一些長才 所以我想要去讀語言之間 這個可惜 是一個很熱鬆的 其實這次是一個很熱鬆的